今天呢我们请来了知名的钢琴教育家 钢琴学校的校长克里斯德老师 他是南澳阿德莱德大学 艾奥的音乐学院钢琴演奏与教学双硕士 悉尼大学悉尼音乐学院钢琴博士在读 他的演奏硕士导师之一呢 是澳大利亚音乐教育界的泰山北斗 AMEB考级首席大纲顾问 首席联邦考官 钢琴大纲主编David Lockett教授 克里斯德老师正在悉尼音乐学院 关于钢琴技术建立的博士研究课题 他的导师是著名的Stephanie Macklin教授 在悉尼大学的批准和学术知识下 克里斯德校长完成了对欧美25位 一流音乐学院的钢琴教授们的深入访谈 和学术交流的研究项目 克里斯德校长在悉尼的教学成果硕果累累 他的不少学生呢赢得了 您好 您好 您好Wincy 您好 大家好 我现在可以开始讲了是吗 是的可以的可以的 好的 大家晚上好 非常感谢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和大家分享关于钢琴教学的一些思想 很多家长比较知道我会花很多的时间在钢琴教学的研究方面 因为我的专业一直是这个 我的博士研究也在这个 但是我还花了一部分时间呢 去跟很多的家长沟通 因为工作过程中间会接触到很多的情同家长 回答过很多的问题 主要我觉得其实我有时候是在帮助家长的缓解焦虑 太多家长因为学情的这件事情而焦虑 尤其我觉得在我们华人的家长里面 这种我不能叫做问题 这个现象非常普遍 所以我今天呢也是跟大家可以说是潜谈吧 就是那个焦虑的来源在哪里 我们大家应该怎么办 有什么解决的方法 我说的更直接一点 就是弹琴和很多事情是一样的 有一些问题 有些方面是有解的 也可能有些方面是无解的 但是家长起码要知道哪些是有解 哪些是无解 这样的话呢 你就是可以就是不该焦虑的东西就不要去焦虑了 那然后我们还要可以做的是什么东西 我先把这部分讲一下 然后还有最后会花一部分时间讲一下 我们在尤其是华人这个 我们的这个就是里面学起那重要的误区 非常常见的一些误区 因为我不能一概而论 因为我们不能说所有的就是华人的小朋友都是这样的问题 就是会比较常见的一些是一些问题 因为我做这个research还是做的一些比较有证据 然后有有理论的 不是我自己就是觉得这是一个误区 然后我首先讲一讲呢 就是说家长们焦虑的来源 因为很多时候啊 因为我每次呢 我都会见到新学生 因为我在我们学校里面的新学生 第一次都是我要做interview 第一次见到家长的时候 很多家长都会跟我说 我们学琴没有什么目的 我们就是也没有想成为职业的钢琴家 我们也没有说甚至说我们不要去考级 我们就是要很单纯的想学钢琴 有些家长甚至说出来的愿望非常美好 说我想让音乐陪伴我孩子的一生 我觉得这个家长就是其实是很明白学琴是干嘛的 但是过一阵子以后啊 就是比如说这些琴孔家长做了一两年或两三年以后 有时候会提出来一些问题 就会比较焦虑 我觉得有时候是被焦虑了 被焦虑就是说可能会见到其他的妈妈说 我很会辅导孩子练琴 因为我懂钢琴会帮孩子纠正错音 或者是说我们家的孩子几岁了考了几级 就是很多家长被焦虑了 所以我真的是 我在见到很多家长的时候 他们孩子还没有开始学琴 我先给他们打预防针 我说不要去听太多的这种机械妈妈的琴妈 尤其是琴妈的这些言论 就是会把你搞得特别焦虑 有一些教育是没有必要的 首先要想一想你是 你来学琴的初衷是干嘛 就是因为学琴 当然我见过像我的身边 我们是钢琴专业一路过来 那每天练七八个小时甚至更多的 我们都经历过 我们恨不得就是晚上住在琴房里面的 但是我为什么劝大家学琴的时候 不要去这么继续 就是因为世界上是有各行各业的 每个人学琴的目的不一样 有些人真的就是我要当职业研究家 我当职业研究家还不够 我要开中立派 我要就是成为非常一流的 但是有很多学生呢 他可能未来会是一个科学家 或者是未来是一个运动员 他来学医院的目的 就是说我要接受艺术教育 那让这个学琴变成他终生的一种兴趣 如果一个人有一个终生的兴趣的话 尤其是在艺术方面 这个人的幸福值会非常高 这个我不是说在 说大家一定要学钢琴怎么样 就任何的艺术 任何的艺术门类 或者是你学其他乐器 甚至我经常告诉一些学生还有家长 你哪怕不学乐器 你去欣赏音乐 但是你能做到一个非常 就是有专业的去欣赏音乐的这个 到了这个层面的欣赏音乐 你就会得到非常多的乐趣 这个艺术学习到后面会变成一个人的一种privilege 你是这种好像一种特权一样的 比如说这些孩子们 他会到了青春期以后 他想去表达自己的这个情绪 他有情绪他想要表达 他可能有时候不想去那家老师 那音乐可能会成为他一种表达的工具 所以我说这种话呢 可能跟小小朋友 比如说他六七岁了 妈妈天天让他弹琴 他不开心 你跟他们说 他可能这个大道理他听不进去的 就是因为学习音乐的这种乐趣 它是滞后的 它滞后的 也就是说 我说的短一点 比如说我们今天好像练了三个小时四个小时 我都觉得 当然我说的是我们音乐学院这个专业的角度来说 小朋友不要练那么长时间 如果我练了三四个小时 我觉得这个群子怎么 还是这些问题解决不好 有时候反而发现了 过了好多天以后 我才发现 我练的成绩才有出来 所以这是滞后的 那如果放在小朋友的身上 他会可能滞后很多年 他前面的时候 他不知道他为什么要练这些东西 但是他到了青春期以后 他开始会有很多情绪表达的需要 可是你能不能说 等到了那个时候 他愿意学琴 才让他就学呢 我不能说不可以 学校里面也有很多 就是说十几岁啊 还有就是说以前放弃了 后来也来学的 他也能体会到音乐的乐趣 但是如果你能把钢琴弹到一定的程度 这个肯定是 你到了青春期的时候 开始会比较晚一些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家长们呢 要明白很多的孩子的学琴 并不是说要成为职业的演奏家 你没有必要交流成这个样子 我举个例子来说 我有时候会在朋友圈里面呢 或者是就是一些 就是social media 会见到一些钢琴老师 为了激励学生练琴 会给学生打鸡血 给妈妈打鸡血 就是我不太做这种事情 当然我们认真对待是要的 就我不太做这种事情 就是比如说有些老师 就会说你看 学学谁每天 哪个钢琴家每天练了 八小时琴 说阿格里奇为了晚上练琴 连记者的这个饭局都给推掉了 来以这样的例子来激励学生 我有时候是觉得 这种其实没有可比性 因为阿格里奇今天晚上的音乐会里面 可能有2000个观众在等着他要听 即使是70多岁的钢琴家 不要以为他们不紧张 他还是会很紧张的 有很多钢琴家一直在70多岁 他还是会在后台紧张的发抖 这个是这个舞台的交流会伴随终身 那但是作为一个小朋友来说呢 就是学琴 他跟阿格里奇练琴的目的是不一样的 就是他练琴就是我刚才说的 培养一个终身的一个兴趣 那如果从终身的兴趣 这个听起来好像特别的远 特别的就是好像适合远方的这样的 那如果是从在实际点的角度 他能干嘛呢 所以这个就是我在跟先生家长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我也经常就是会被这样提问 有家长过来问我说 为什么我们要学琴 然后我就问他 你为什么把小朋友带过来 然后因为是你来要来学琴的 我来应该没有你 他说你为什么要学琴 那然后我就在想 有些家长确实是有一点盲目的 他就跟我说是因为 别人的小朋友都学琴 所以我也开始学琴 那因为有时候我们家长 也是需要接受艺术教育的 我们没有接受足够的艺术教育的时候 确实我们看不到弹琴都能干嘛 所以就会觉得非常的空泛 那如果说从一些稍微实际的角度来说呢 弹琴当然是可以让一个人变得很聪明 我这个说的还是比较犯 就是说他对你的大脑的很多方面都促进 是很大的 就比如说YouTube里面有个TED的演讲 就是practicing instruments 怎么会让你的大脑benefit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TED的 就是短的视频 那那个是非常科学的 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 因为我们在大脑在处理音乐信息的时候 比如说看的乐谱 看乐谱 就是还有就是做这么多的协调 在同样的时间内做这么多协调的时候 用到的很多的大脑的部分 是在其他事情的时候没有用到的 他就是这个是科学证明 我不展开讲 大概会就是提高你的阅读能力 甚至你的数学 你的就是executive scale 就是你的执行能力 这些都是有很多的科学证明的 那但是作为我一个学钢琴的人来说 我自己的亲身体会是 我觉得如果一个人 你终生没有接触过音乐教育 你错过了人类几百年积累下来的 非常规律的文化宝藏 就是因为我们我们弹的这个音乐 基本上都是说几百年积累下来的 从Buff时期我们弹钢琴就是Buff 然后Vetraven 然后Chopin这些作曲家 他们的曲子特别特别的 我不能用一个美字来形容了 非常的丰富 就好像我举个例子 有点像我们中国的唐诗颂词一样 我们会中文这本语言的 我们会欣赏唐诗颂词 我们是不是觉得 就是得到的那种享受 是没有办法跟不懂这个的人share的 弹钢琴也是一样的 不关是钢琴 就是说你去其他的乐器或者是欣赏他 比如说你会去欣赏歌剧 你去欣赏到他的时候那种乐趣 这种乐趣是一种非常的 我可以说它是一种非常高尚的乐趣 所以呢这个就是 你明白了这个初衷以后 你会觉得 你给小朋友一个机会 让他得到这种privilege 然后尤其是到他 就不要说到青春期了 他就是哪怕八九岁十来岁 他会非常的自信 这个都是就是 弹钦带来的一些好处 如果你是冲着这些目标的话 你就不会特别计较眼前说 我学了几本书 赶快翻一翻 你家孩子学的第几本 我家孩子怎么这么慢 才学的这一本 你就不会太去焦虑这些东西 因为我认识像我的同行 我的好朋友 我的好朋友都是弹钢琴的 因为我们知道艺术是怎么回事 我们知道弹钦是怎么回事 反而我的好朋友 看他自己的孩子倒没有去焦虑 比如说他他八岁了 说他八岁弹成这个样子 想哦他没有弹特别好 那我就当他是七岁弹成这样可以了 真的是没有特别的焦虑 我觉得就是有很多家长太焦虑 就是因为真的是 这是可能是你们未知的一个领域 就是不太熟悉的领域 所以就是出于这样的目的 我觉得不要给孩子造成太大的压力 还有一些负面的情绪 那还有一个就是焦虑的来源 就是说大家喜欢 我就好像我刚才说的 开始的时候愿望非常单纯美好 过了一两年两三年以后 各种攀比造成焦虑 这个攀比是没有必要的 因为每个小朋友都不一样啊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钢琴课 大部分是一对一的课 那我举个例子来说 都哪些家长都攀比 哪些方面会造成焦虑啊 比如说练琴时间 有一些家长就会焦虑 就说我们家的孩子 为什么只能坐住十分钟 谁谁家的孩子能练一个小时 我真的是在面试新生的时候 有一次一个家长就告诉我说 我们的孩子之前是学过琴的 四岁多的时候学过 后来就放弃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妈妈非常沮丧 今天要逼自己的孩子 要练琴一个小时 我听完以后我很震惊 她才四岁不到五岁 还没有读Kindy 我说你为什么让她练一个小时 她说因为那个隔壁的姐姐练一个小时 然后她说的那个隔壁的姐姐 就是我们学校的另外一个学生 当时刚好在另外一个琴房上课 我说那个姐姐啊 那个姐姐今年要考七级了 正在准备考试 然后因为那个是非常不同的 一个是阶段不同 就是你比如说你四五岁的学生 我要去跟十几岁比 他们六七岁的人都很不一样 我没有客观的看待这个事情 另外一个就是程度也不一样 还有一个天生就不一样 有些学生就是我在学校里面也有见过 有妈妈说就是孩子练一个小时 我说她现在的这个程度呢 我还没有建议要练那么多 可是那妈妈说是她自己要练那么多的 她自己坐在前面停不下来 大家不要又以为这是别人的孩子 这种现象比较少见 这种现象比较少见 因为你们可能在家长群里面 见了一两个这样的 就回去开始就觉得自己 怎么看自己的孩子 都不如别人家的孩子 这种我见了这么多的学生 这么多的家庭 这种是不多见的 所以就是不要因为这个来造成焦虑 甚至有一次有一个家长 就是很焦虑的样子 甚至有点惊慌失措 他发了一个微信的截屏给我看 他说Crystal 我在一个妈妈群里面 大家都在讨论就是练琴 就是有一些家长说要练四小时 为什么呢 是因为你知道现在很多的钢琴老师 或者是一些 就是这种社会的潮流 就是会造出来一些小小的网红 一些小朋友就很小 就让他很难的取姿 然后就变成好像一个小网红一样的 然后再出来介绍经验 说我练四个小时 然后就传开了以后 很多家长就是开始分分表决心 就说其实这些跟天赋没有关系 都是练出来的 我如果我们的孩子练四小时 我们的孩子也可以谈成这个样子 我当时跟这个家长 就是说 这个家长焦虑的点在哪里呢 他说怎么办 我们真的没有时间练四个小时 我就在想 你是焦了一个什么 我跟他讲 我说很多家长在表决心 表完以后呢 他们也就算了 不会只去练四个小时的 那还有一部分可能真的去做了 可是做了几天以后 发现非常不现实 又根本没有办法安排这么多时间 或者是你使劲去做 做了几天以后 这个孩子崩溃了 最后就是给你们闹到 不要学琴 那你到底要哪一种 我为什么会就是说 有时候一些极端的例子不要听 当然我说练四小时 其实对于一个专业的人来说不极端啊 就是说大家练琴 还有没有练到要 就是要走到专业道路上 那个地步 你像悉尼的学生一样呢 你有那么多academic的东西要做 你还要考OC 还要考selective 因为你这个小朋友可能以后是做IT的 可能是做建筑的 那他以后的数学还要不要学 那他下午放学以后已经三点多了 你想想 总共的课余时间就这么多 所以我总体说的意思就是说 要非常客观的安排好自己的时间就可以了 那到底要练琴多长时间呢 就是我通常告诉我们的老师 就是说如果你教这个学生的时候 你根据他的程度 还有根据这个学生的功课的量 你跟家长大概会建议他需要练琴多长时间 像有些孩子他行动良心循环 因为他自己觉得我很舒服的情况下 没有太大压力 但是我也非常organize的 就把老师部的功课完成得差不多 这样就可以了 如果是老师的期待 就是你比这个 result再好一点点 老师会给你提出要求来 你是不是现在练20分钟呀 你现在到了这个程度 你的程度升高了 我觉得20分钟可能不太够 你能不能练半个小时呀 老师会这样去跟他negotiate 所以基本上我们是会按照程度 然后再按照小朋友 因为小朋友的天性不一样 有些家长就会说 他真的做不了那么久 我要逼他我要push他 是因为有一些小朋友 他真的他的天性只能做5分钟 这个真的是有的 就是他只能做5分钟的情况下 我就跟家长说 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就比如说他需要15分钟的 满功课完成好 你就可以让他分成两段来练 他做5分钟 能跟你进步 能做到10分钟都很专心 你这样都要鼓励他了 但是就不要跟刚才我说的 一下子就能做一个小时的小朋友去比了 因为每个小朋友不一样 所以我们根据小朋友自己的天性 根据还有这个他的功课量 根据他的程度 还有根据你生活中间的各方面的投入 我们安排一个非常合理的时间 所以不要去跟任何人去攀比这个练琴时间 非常的 一个是不现实 另外一个确实 有一些人就是很盲目的 他练四小时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练四小时 就是他听其他家长说的 他可能忽然有一天又听其他家长说 要学数学三个小时 他忽然又焦虑了 觉得安排不过来了 怎么办 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好 这个是练琴时间 还有一个呢 我觉得很多家长会焦虑在 就是说邻居家的孩子考了几级了 然后就是这个也会造成交流 或者是说会看到有一些孩子 忽然比赛得了很大的奖 然后就是你问你家几岁了 然后学了几年 然后到什么程度 因为这个我交情这么长时间 就是像因为我自己也有一些学生 就是确实比较outstanding 就是在专业圈子里面 还是比较被认可的 但是有一些家长会问我 这个孩子学了几年的时候 我通常不太想以这样的 就是作为例子 这种例子就是 即使是我自己的学生 也不是每个都一样的 所以就是 就像考级的这个东西 考级的这个东西 你真的是不能去一刀切一概而论 我们如果是把这个学情 就当成所有的一切都能看得见 比如一张证书 一个比赛的certificate 你把所有的这些都要看到 眼看得见的benefit的话呢 这个会非常的不healthy 我觉得这是一种不健康的方式 就像我们学校 我也是让学生去考试的 因为AMEB这个 就是整个的考级的系统 刚才说了DevLockett 就是所有每本考级书前面 都有它的名字 因为它是大纲的主编 那就是我的老师 因为这个体系 就是它是设计的非常好的 它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然后就是里面的曲目呀 各方面的安排非常合理 所以我是让学生去考试的 我们学校的学生 我不管就是说家长有没有计划 我通常会建议他们 到了成都就要去考试的 就是当然我不是要每一年 都让他们把这个考试作为目标 只是说考试真的是作为 你学习里面的很小的一部分 这是学习的里面的一部分内容 然后你考一个试 只是作为一个你的milestone 觉得我现在学到这个程度了 然后甚至就是说 你可以学 这两年我都没有去考试 我都是在enjoy 我的这么多不同的曲子 不同的作曲家 那我因为要考试 我这三个月都在集中练习 这几首曲子 我把它polish到非常精致的程度 就是让我稍微的有一点点的压力 这个对学型 如果这样看待考试的话 其实是一种正面的意义 但是不能说 在这个学校我比较强烈的一点是怎么 比如说这个孩子明明只有二级 然后他就非要说 我朋友家的孩子也是学了这么长时间 考了五级怎么怎么样 我们起码也得考个四级吧 这样的话就是我绝对不可以 因为怎么说呢 我觉得在我们老师家长 还有孩子几方面 最明白你的孩子 现在是什么程度的 是我 我作为老师 我比较知道 每一种考试的系统 每一种考试 它每一个级别是怎么set它的标准 然后你现在小朋友 他现在的程度 我也是有一个assessment 我知道了 所以我会给一个非常重肯的建议 这个就是说 我让这样去做一个标准的话呢 孩子以后会学的比较长远 比较健康 那你如果是不要 因为我每次面试学生的时候 会有一些学生是完全零基础 也会有些学生呢 他是之前学过的 学过的就比如说 就像刚才说的 是因为朋友的孩子考了几级 有一些家长去跟老师要求了 就他在原来老师那里 但有些老师呢 我觉得是在这方面可能比较soft的 就是说 他也想满足这个家长的愿望 就是觉得家长想要考五级 那就去给他考了 然后后来就卡住了 就卡住就学不下去了 然后就是 我会说你前面跳过的所有的东西 因为他就像学任何一门学课一样 他是有很多systematic的东西 你前面跳过去的任何的东西 你后面都要付出代价了 所以我这么多年的经验 就是告诉我在这个学 我真的是不能让去做这种东西 所以不要去 太去跟别人拍比你几级了 那个真的不能说明什么东西 有些人比如说考了 就是七八级了 他过来以后谈到 我真的是觉得 我没有办法听 就是他对音乐的理解 包括他最明显的 比如说一个读苦能力 我真的觉得 完全没有到那个程度 所以有些人 他可能就出来晒出来了 晒完了以后 都让你觉得我很焦虑 就是他们那有些晒的已经 这个很开心 他已经让很多人看到 可是其他家长看到以后 你不知道他的这个 就是到底是 我就像我刚才说的 他有了那个证书 但是他的程度到底在哪里 这个音乐 有没有进到这个小朋友的 这个整个人的素养里面去 有没有让这个小朋友 对音乐产生一定的感情 成为终生兴趣 他有可能晒的这个 真的就是时间逼他 什么也不学 只是把这个几首 考几曲子K完 死K 最后就是考完八级 把琴盖过以后 妈妈我帮你考完八级了 我不要再学琴了 他是帮妈妈考的 所以就是有很多这种例子 不要去听这种太多 就是考了几级 都不能证明什么东西 所以这个东西 也不要成为家长 攀比的一个因素 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刚才说的像有些小朋友 真的是九岁十岁 确实非常outstanding 我刚才讲的 我也有这样的学生 但是我不太拿出来 以他们作为一个 就是好像一个学习的典范 给大家去学习 这个学琴呢 像刚才那个家长老师说 我们练四小时 我们都能盘生那个样子 我作为一个专业方面 怎么说呢 我一直在这个圈子里面 这么多年 也做了非常多的research的人 我不这么认为 就是在谈前方面 天赋这个东西是存在的 不是说所有人都一样 我练四小时 或者我练八小时 我也能谈成这个样子 这绝对 天赋绝对是存在的 如果你要是想让你自己的孩子 去在这个专业方面 有所建树 有点成就的话 这个东西是 非常非常重要的 他如果没有这个的话 这个是寸步难行 但是我想说的是 平常学琴的家长 百分之九十多的家长 你们的目的不是让孩子去 在这个领域 要去做职业研究家的 所以这个呢 就不需要太担心 因为你们的目的 我刚才讲了 大部分人的目的就是说 想让他成为兴趣啊 终生的爱好 所以就是兴趣 就这个天赋这个东西 我就像刚才说 它是存在的 并且它是比较复杂 所以我通常 面试学生的时候 我很少会给哪一个家长说 你的孩子很有天赋 我几乎没有说过 我在第一次见学生的时候 我没有说过 因为天赋这个东西 如果是要展开的话 它包含太多的方面 我说的是弹琴方面的天赋 比如说我第一次见这个孩子 我能看得出来 他很聪明 我说的聪明是思维很快 或者他的逻辑能力非常好 这都是聪明的一些指标 但是我不能就概括 他弹琴很有天赋 因为有些弹琴方面的天赋 我还没有看出来 弹琴方面的天赋 分很多层次 比如说刚才说的这种 反应快这种逻辑能力 这些也需要的 他还需要很好的身体协调性 他就好像 他是一个非常精细的sports 他需要非常好的 fine motor skill 那这个呢 这小朋友我第一次见面 他只给我弹了几个音 我还看不出来啊 或者是说 他也可能是很快地 把谱子给work out的 咱们现在可以想想自己的小朋友 就是天赋这个东西 我可能有时候会能整 他可能讲很久 但是我不要整太开 但是也能跟自己的孩子对上号 有些孩子可能会 学曲子特别快 就是他读谱也很快 他的动作什么都没有问题 但是弹出来的音乐呢 就不够美 不够美 当然我们老师就是 不管你是哪方面有缺陷 我们都要work on it 但是说 把曲子都work out的情况下 就有些人天赋 已经带出来了一种美感 我们叫musicality 就是他能感受到 这个弦律上下的起伏 甚至能感受到 这个harmony 这个和声的这种色彩 这是天生的 但是有些人 就是很快就把曲子弹好了 但是他弹得好难听 还有一些人呢 就是读谱子很快 你跟他说什么 他都understand 非常就是理解的很快 但是到了手上以后 就怎么都协调不了 你怎么看他那个动作 都非常awkward 所以就是说聪明 也是分很多种聪明 痕迹方面需要的天赋 就是需要的能力 分很多种 那很少有孩子 会把这么多种都加在一起 都很占优势啊 如果有的话呢 这个孩子 我就可以定义为 非常有天赋 当然我刚才讲的 关于天赋的 还不全面 我今天不展开了 所以就是说 天赋这个东西 也是摆在这里的 你不要轻易拿自己的孩子 去跟别人比 为什么人家学了三年 人家现在已经拿什么什么奖了 你现在才谈到这个程度 这个真的没有意义 这个天赋的东西会是 就是会对他的result影响非常大 所以就是说 那有些孩子就会说 你没有天赋 甚至有些家长会跟孩子说 你没有天赋 或者是问老师说 我们的孩子没有天赋 是不是不适合学情 那我就想 我刚才说了 我们每个人就是说 在一个文明的社会里面 我们要接受艺术教育 就是要领略这个人类的文化宝藏 那因为孩子可能在天赋的某一方面 有些欠缺 我是想说 不管我们作为老师 还是你们作为家长 我们没有权利剥夺 他享受艺术教育的 我们没有这个权利 因为他们享受艺术教育 是让他变成一种终生的乐趣的 那我在有时候 我在开学校的家长会的时候 会跟家长说的稍微严厉一点 我就是说 如果你要怪你自己的孩子 就是没有天赋 你不要怪你自己的孩子 你应该想想自己的基因 因为天赋这个东西是遗传来的 这个是从基因里面带来的 因为我曾经举过一个例子 在西方的音乐界 有一本书叫Producing Excellence 这本书就是 一个社会学家 一个欧洲的社会学家 他是专门研究 这个音乐家是怎么 怎么可以说是怎么形成的 怎么产生的吧 就是Producing Excellence 所以他的本书里面已经调查 他调查的是 很大的一个Sample Size 就是很多人 全部都是欧洲的顶级的 小机器读奏家 那这个里面就是说 有80%的 这个专业的演奏人员 他的80% 里面是父母 其中有一方是职业音乐家 然后还有50% 双方的父母是职业的音乐家 职业音乐家包括是演奏家 或者是音乐教育家 或者是跟乐器制造有关系的 所以就是说 这个天赋是从这里面来的 有些人就是说 几代人的传承 他对这个东西 已经融入他的血液里面去了 所以这个东西也不要轻易拿你自己的孩子的天赋去攀比 如果没有了这些以后 你就想根据我自己孩子现有的这种状况 我想让他就是终生的乐趣 我就举一个我的学生的例子 我很开心有一个学生家长跟我说 我们这个谱子要买好的版本 为什么呢 我们现在谈贝多芬 虽然我们现在贝多芬这个曲子只有5级 但是我要买好的谱子 是因为他要谈 这个贝多芬要谈到80岁的 我非常认同这个 就是这样的 所以如果你把它作为终生的乐趣去看的话 你不用去就是焦虑一时的东西 我想举一个非常我自己也觉得很正面 我自己非常认可的例子 我们学校有一些学生是 可以说是有天赋的 如果他有真的有这方面的天赋 我就好像一个helicopter一样 我在这里盘旋 我能看得到 不会让就是学生所有的专业方面的potential浪费 但是还有一些学生就是说 他没有谈到非常outstanding 但是他一直这么多年保持的兴趣非常好 就好几次那个妈妈就发给我看说 哎Crystal你看 学校里面讲了那个作曲家Bach 然后你看这个孩子现在在家里面 把这个Bach的生平 他用那个小卡通人的那个形象画出来 他画的那个小人 Bach在20岁的时候怎么样了 Bach50岁的时候怎么样了 他画出来一个timeline 哇我觉得就是非常好 他在家里面经常去教爷爷奶奶这种事情 在他们整个家庭里面 这个音乐变成家庭生活的一部分 我觉得非常happy 我跟这个妈妈说 他即使没有弹琴到特别的出色 就是照他现在的这样发展下去 他以后可以是个科学家 同时是一个musicology 谁算不错的 他是已经完全能隐约到音乐里面的乐趣 但因为我以前还教过一个学生 就是人非常非常聪明 就是学情也是学到很高程度 基本上就是把AMED考到最高的那种 然后但是因为 就是我们很多要生存 想音乐方面 怎么生存呢 或者就是说要考虑到以后的职业 是我要做用音乐来生存 还是我要靠其他的 结果这个学生后来 他在大学的时候去读了IT 还是非常聪明 因为他全额奖学金读的IT专业 很快他就在很大的公司里面工作 但是就是这么多年以来 我看他的朋友圈 我根本有时候感觉不到他是做IT的 你感觉他像个钢琴系的 因为他每天发的朋友圈都是 啊这首曲子太好听了 贝多芬怎么写的 这里的和声太美了 有时候周末的时候他会发朋友圈说 哇今天没有出去玩 我在家练了四个小时 你看他的朋友圈你真的觉得他有在享受音乐的乐趣 他现在二十多岁了 他比如说他去美国出差 去年的时候 他去美国出差 他第一下了飞机以后 他先去买音乐会票 他去卡内基音乐厅 先签一场音乐会 啊所以我就觉得 这如果是说做音乐教育 钢琴教育的话 我刚才举的这两个学生的例子 如果我们学校培养出来了一些钢琴演奏家 我会觉得很成功 但是培养出来了很多这种终身的音乐爱好者 我也觉得很成功 我也觉得非常的欣慰 所以呢如果家长也像我去这么想的话 我觉得你们可能就会少焦虑一点 然后我还想讲就是说 呃再接下来一点啊 就是大家焦虑的点在哪里呢 我经常呃我们学校很多家长会吧 家长会的时候我们是当面聊 聊完以后我会觉得呃很多的一批的家长 都焦虑在培练这个事情上 不光是开始学了的家长 甚至有一些家长还没开始学琴 第一次见我 他孩子还没有开始学 就跟我说我其实有点怕 因为听了很多的学类史 很多琴嘛就在各种群里面 讲各种那个培练的学类史 就是我想说一下首先就是 因为我做这个research的时候 呃我要跟呃世界各地的 很多的这个音乐学院的教授 呃进行交流 很多很非常心烦的交流 那我就是问过很多很多这种 呃你们小说是怎么学琴的怎么样 那我就举还是刚才那个像我的老师 Dev Lockheed他上一次去年在我们学校给学生上大师班的时候 就是我们找了一个学生代表去采访他 问到他一个问题就是你的父母小时候给你陪练吗 他不知道什么叫陪练 然后给他解释了半天 然后完了以后他说 他说就是啊父母就是觉得啊你喜欢音乐啊 你喜欢他们非常的support 非常支持他 呃他说了有两方面 我想是一个是说他的父母鼓励他特别多 另外一个他还说了父母经常带他去听音乐会 他说他的父母完全不是musician 呃就是不是专业的人 但是他爸爸也非常喜欢音乐 喜欢听音乐 经常带他去听音乐会 小时候他听的音乐会他现在还很有印象 所以这两方面 我觉得他说了一些很正面的 我们可以借鉴的一些东西 当然我不是说所有的就是完全不要陪啊 就是嗯 作为我个人我作为一个老师来说 我作为老师我自己的学生 我是没有让家长陪练的 当然我知道很多家长 我如果让让你们就是你会听到说 啊今天Crystal说你们不要陪 然后就什么也不要管了 完全放松 到孩子没有学好的时候 你就说啊是Crystal说不要让我们管的 就是我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我没有让我的学生家长去非常精细的陪 什么叫精细的陪 因为嗯 学校里面很多家长就会告诉我说 嗯他在来这个学校之前 他最后学不下去是因为 嗯他每节课要非常认真的记笔记 要学会所有的东西 学会以后还要回家教孩子 可是随着程度的提高变得越来越难了 家长说我学不会 我真的学不会 然后我觉得压力好大 当这个妈妈觉得压力好大 学不会的时候呢 他帮不上这个小朋友了 忽然一下这个小朋友的能力 全部暴露出来的这个小朋友也不行 看到music就很害怕 尤其看到新曲子就很害怕 我不能work out 那就变成他学不下去了 他真的就是说完全进展不下去 那为什么会这样 所以就是我一直 包括我的学生还在学校 所有的学生 我就是一再跟家长强调 我们教学是发生在老师和学生之间 我不需要家长先去学 再二手的传递给这个小朋友 这样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非常的不健康的方式 那就是如果是 就有些家长就会想说 那这个小朋友实在是学不懂啊 他这么小啊怎么办 他怎么能学 他怎么能学得明白 那我首先说就是 你无视了这个小孩子的智商 小孩子是有智商的 他如果是都已经开始学情了 可是他完全不明白老师在说什么东西 老师和他不能connect 这个一定是教学里面 某些方面出了问题 就比如说可能这个孩子还没有ready 还没有到可以开始 就是进行这种正式乐器学习 我们要真正的instrumental study的 这个阶段他也许没有ready 也许是教材选的不对 我举个例子像有些教材 他就是真的进度非常快 有些孩子过来面试的时候 说不然卡住了 他还没有跟我说之前我就会一翻 我就说这个教材进度 他新知识的知识点来的特别快 他introduce this 知识点从一方的东西一页一个 一页一个 它跳的特别快 我就想你可能下准时就卡住了 那个妈妈跟我说现在就卡住了 他已经很多东西学不懂 然后就积雪球一样积在那里 那就是说 我帮学生去做这个interview的时候 我就会判断这个学生的年龄还有理解能力 教材一定要选合适 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们跟每个阶段的小朋友 去沟通的方式也不一样 如果把这些都调整合适的话 教学是应该发生在 老师和孩子之间 要非常well connected 要交流的非常好 家长呢 我觉得可以作为一个observer 你可以坐在后面 你可以听 你也就是最好 家长也不是说完全就不要管了 你还是要就是知道 都发生了什么 他的进度是快了还是慢了 就是老师的反馈是怎么样 这个还是要知道的 我并不是说让你完全不要管 但是我真的不让家 没有需要让家长 所有的东西都学会 我在带你教小朋友 一个原因就是说 怎么讲呢 我们老师有时候会受到困扰的 学校里面那么多老师 有时候我们经常一起交流 就会有些家长 就是自己特别较真 随着这个专业知识积累的越来越多 这个家长你会看到越来越不懂 他不懂了以后呢 我们上课除了教这个小朋友以外 他还要抓住老师 我不懂怎么问 有时候我反而觉得 我们会觉得 这个小朋友表现挺好的 我们上课其实主要是看小朋友的反馈 看他懂了还是没有懂 我还要再去画额外的经历去跟家长解释 可是家长都特别想学懂 但是你们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 小朋友他是理解了老师说的东西以后 他回家有实操的 他有练习的 他有练习 家长呢 你想搞懂 有些东西你是没有办法懂的 为什么 这个我一直举例子 就好像 你看别人游泳 跟你跳下去游泳 是感觉不一样的 家长就是说 因为你不是这个专业的 我们学这种专业学了几十年 我们真的有时候没有办法 除了教小朋友以外 还要再跟家长去花很多很多的时间去解释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教 就是把每个家长的教会 这个会有点困扰 当然我们必要的交流还是要的 关于小朋友的学习的状况是要的 所以家长就说 我觉得你们不要太勉强自己 就是把一切东西都学会 好 那么问题又来了 有些家长会说 我不懂啊 那孩子在家犯错了怎么办 就特别焦虑这个 甚至会看到妈妈群里面就说 哇有一个妈妈特别厉害 因为她自己会弹琴 所以孩子都不会犯错 然后妈妈都已经帮她纠种完了 我说我自己的学生吧 有时候比如说这个曲子 她一个星期work out以后 她的结果是这个样子的 我会问家长 就是她自己work out 还是你work out的 因为我真的非常想知道 这个小朋友的理解能力在哪里 我是根据小朋友的理解能力 才能制定我下一个阶段的计划 我下一步我要怎么样 就是像有一些家长就会觉得 我在家练了一个星期 小朋友练了一个星期 上课以后会老师指出来的 ABC 一大堆的错误 家长就觉得懵了 哇这都怪我不懂 我非常guilty 我如果都会的话 他不是在家可以不要犯这种错误了吗 但是我想 我上课要的就是这个 我要看看这个小朋友 你练了多长时间 跟我大概就汇报一下 我经常告诉他们 reportal practice 就是告诉我你练了几天 然后大概练了多长时间 我大概呢 会一估计 在他练了这么多的时间之后 这个reportal是这样的 那这是为什么 那他如果是比如说哪里有问题 我想他到底是思维方面 他的理解 或者他的理解方面 他到底哪里有漏洞 那我work up以后呢 我上课是要跟这个小朋友 去解决这些问题的 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 跟家长解决肯定是不一样的 我解决问题是要抓到 问题的根源的 不是说像很多家长一样 所有的东西都是用对错来形容 就是弹琴就是对了错了 作为一个我音乐 我musician来说 我真的告诉大家 对错没有那么重要 就是如果你不信我的话 你要信贝多芬啊 贝多芬自己也说 弹错一个note 是没有那么重要的 但是playing without passion 是不可原谅的 那其实作为musician都知道这个 我觉得就是要 我不展开太多 但是就是像有一些 早期的录音呢 是不会修改错音的 像法国的刚才 在台课里面 你会听到一百百的错音 但是它的音乐非常好 流传这么多年 将近一百年 大家还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喜欢 我再举个例子 如果有些学生弹的 没有一个音是错的 但是你看它像个机器一样 坐在那边 你不会去欣赏这种音乐的 我们音乐里面最重要的东西 不是用对错来形容的 那我这个可能说的是 从这个judge音乐的标准啊 那但是落实到小朋友的 这个身上的话 你会觉得他错了一个音 我妈妈没有帮他改正 上课再让老师听出来 这样多不好 如果是他都没有错过的话 是不是我就可以进度很快 老师再给他布个新的曲子 很快就改上谁的谁 我就可以谈下一个书了 这样的思想呢 其实也是不太好 就是我刚才说的 我上课想看小朋友理解了什么 他有什么不会 我不是想看一下 这个妈妈也会了什么 不会什么 那小朋友就是他不会的这个过程 我们两个一起workout的过程 就真的是bringstone 我们两个在脑力积荡 上课的脑力积荡 还有他自己回家练前的时候 这个脑力积荡 这个就是这个小朋友 变强大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确实就是 我经常拿我自己的评论举例子 因为我确实是有一些学生 比较autistinative的 那我就如果说他们是好学生的话 他们是怎么变成好学生的 我真的是让他们 就是自己workout 有问题也没有关系 我举个例子 就好像你家个小朋友写功课 每一天那个功课 他写的百分之百都没有错误 那我告诉你啊 你这个功课肯定设计的有问题了 或者是你让他上的这个班太简单了 你要给他升级一下 我们就是通过问题里面去学东西 他练琴的时候也是一样啊 他练琴的时候因为 他也是处在一个思考的过程 他脑壁机当时很厉害的 练琴的过程脑子转得很快 他不是说一个非常轻松的 就是好像我坐在那边 有人说我们坐在那边画画可以画两个小时 或者看书可以看两个小时 谈琴为什么只能做半个小时 因为谈琴的时候脑子的工作非常的intensive 他要同时顾好多好多的东西 那在这个时候 尤其是老师给他步入了心理功课以后 你可能听到他第一天第二天 哇完全听不出旋律来了 完全谈的什么都不是 那家长有些就忍不住了 孩子他手一放上去 你开始说你这个不对 那个不对 如果是你可以忍一忍 你会发现他不是不理解 而是他从理解到实际的操作 他有个转换的过程 他可能第三次听 他开始有点旋律了 第五流天以后他已经开始流利了 当然我所有的东西不绝对 如果你真的想去 去纠正他一下 这个家长也有一定的专业知识的话 你发现这非常明显的错误 你不是不可以说 但是一定要记住 我们不能给孩子造成太多的负面情绪 就是我刚才说的 孩子他手一放在钢琴上 你妈妈就过去说 他比如说练十分钟 你就在旁边唠唠叨叨十分钟 你看一下那个小孩 很快他就不喜欢练琴了 他刚开始不知道为什么 你只是觉得他有点烦躁 因为开家长会的时候 我听到过例子 那家长就直接跟我说 他们家的小朋友跟妈妈说 妈妈你来谈 我不谈 就是因为这样造成了 所以就是 这种东西就是 我说不是让你不要管 就是你可以忍一忍 然后你也要明白 腾起的时候 这个脑子工作的状态是怎么样的 不要给他造成太多的destruction 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老师非常希望 这个孩子就是 他尽早的去独立的思考 这个真的很重要 真的非常重要 就是我刚才说的 就是好像谈错了一个音 什么的 他有时候不是表面的错误 不是表面就错了一个 家长看来的就是错了一个音 但是我们用专业的东西去解决的话 不是这样的 我们跟学生去解决 这些问题的过程中间 会帮助学生形成一种专业的思维模式 我说到这个可能就是有点抽象 什么叫专业的思维模式 就是我们 就是专业的和不专业的人 在弹一首曲子的时候 看到这个谱子 同样是一首曲子 看到这个谱子 脑子里面 concern的东西完全是不同的 所以就是比如说你刚才说 那个孩子错了一个音 妈妈就特别紧张 就把那个音纠正过来就好了 但是我看到这个音错了的时候呢 如果是对一个程度很浅的学生 我会想他还没有完全掌握 我们教给他的读谱子的方法 因为我们在初级教学的时候 我们老师们一再沟通 就是读谱子的方法 读谱子的方法就是说 我们要看音乐的上下文 而不是说看单个的音符 家长们就会想了 就是好像flash card 每个音乐认识 他放在谱子里面 不是这样的 我们看谱子 我们会看上下文 这个我先不展开说 如果是高级程度的学生 他一再的谈错音 这个不是家长会在旁边 或者是你弄一个什么 APPAI纠正错音能解决的 如果高级程度的学生总谈错音 他是要从这个听觉方面解决的 就是如果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评论 他会在你的评语里面写 你才错音 他不会写你run notes 他会写 harmonically inaccurate 就是你从和声上不准确 就是因为我们是听和声 加代于启示这个样子的 其中里面有个音错了 这个和声就发生变化了 你难道没有听出来吗 所以这个就是要从更高级的一个 对音乐理论的了解 还有听觉的就是培养上去着手了 我们要从深层的东西去解决 这个东西都是家长帮不了的 如果就是你把这些东西看得这么简单 都以为就是你最后来喜欢你去帮的话 没有尽头 并且效果会非常不好 好就是这个就是我说的 好像听起来 是不是好像都是 我不想让家长去做很多的 好像我说家长就是可以不要管了 这是我前面讲的 就有些东西家长 你就可以不要焦虑了 不要去勉强自己 但是我也不是完全说家长可以不管 就是你就完全交给老师就好了 因为我接下来说的一点 就是说家长们哪些还是可以做的 家长们还是很重要的 因为三方法缺一不可 就是我通常建议家长们做的 就是说要抓大的方面 因为我发现学校里面这么多的例子 聪明的家长都是真的在抓大的方面了 大的方面第一点就是要抓好时间的管理 还有态度的管理 时间的管理为什么就是说 因为小朋友他是小朋友嘛 毕竟七八岁八九岁 他没有时间管理这个概念的 你不提醒他 他不知道去练琴的 但是这个提醒 我觉得作为家长很正常啊 你不要以为就是说 克里斯特说了我不要管 我连提醒也不要 我需要你提醒一下呢 你就不说哎呀 家长还要提醒我 还push他练琴 不要用push这个词 push是什么 push是说这个小朋友已经非常不遵守纪律 跟你达不成共识 你想让他就练琴 你退了几次他都不去 这个叫push 就是你正常的去提醒他练琴 家长要把这个当成自己的责任 我觉得这个是需要的 就是时间的管理 还有他如果是他都能好好的自觉的完成 他做下练琴以后 他能自觉的把握这个时间 说我练多长时间 我能把功课弹得好好的 这样可以 但是如果是说老师的expectation更高一点 可是他没有达到 老师说希望他比现在多练 练更多一些 那这个时间管理你也可以帮他做一下 你就说老师希望你多练十分钟 那我现在可以帮你看表了或者怎么样 当然我说的这个看表都不是一定的 很多学生练琴是真的练到兴致来 他是不看时间的 当然如果是说 你要可以帮他卖了一些时间的话 可以的 就是不要弄到最后说 不管到这个孩子有没有练琴 你都不知道 像有些老师会跟我反馈说 Crystal哪一个学生这阵子的进展非常不好 我就去找这个家长 这个家长说 他不练我也没有办法 哎我想我们这边的工作我做完了 就是我们老师该教的教了 可是这个学生国家完全没有练琴 家长你不知道吗 这个东西是要的 这个是家长的责任 因为就是我刚才说了 因为小孩子没有时间管理的概念的 就是一个家庭如果非常organize 比如说你是吃完了晚饭 是要写作业 晚饭前要练习 这些东西把它放到入境里面非常organize 这不只是对弹琴好 这对他所有方面的学习都会非常好 如果你这些抓不好的话 他可能很多东西都会变得很乱 另外就是态度的管理 态度管理就是说 如果是你这几个星期一直都发现 这个小朋友心很散 就是你怎么发现的 就是老师经常都会跟你沟通一下吧 我不会跟你沟通专业方面的东西 让你回家去教他什么 但是我会跟你沟通 给他这个星期进展不太好 因为我上两个星期都跟他说的问题 他不断的在重复这些这些 然后呢那就是证明他没有太用心了 那这个家长这个时候要怎么办呢 回家要跟自己的小朋友谈话 你就是要让这个小朋友知道什么呢 知道你非常care这件事情 就是你不能说 Kristo说了我不用去教孩子 你就不管了 你一定要传达一种信心 我非常care你做这件事情的态度 然后你把他的态度管理好 通常是这样 我自己的学生我有经验 这个家长回家就是谈话了 你这个就是练习这个态度什么不行 我们该火坡不要火坡 该严肃的要严肃 这个做好了这个态度的管理后 你下个星期忽然发现 嗯这个小朋友有用脑子了 就比如说我稍微的再回刚才那一点点的 问题就说错意的问题 有些人一直是说很多教条的说法 有一个教条的说法就是 你这个错意一直错你改不了了 我是承认的这个是有这样的现象的 但是 哪个刚刚人家不学错意 学的学谱子的时候 不学错呢 但是我们都能改得了 为什么有些人能改 有些人改不了 你如果觉得他改不了 你默认这种事实 你还允许这样的话 你就是允许他练琴的时候 是一种autopilot 就是自动驾驶模式 如果是他练琴一直是自动驾驶模式 不用脑子的这种状态 比他弹错那些音要可怕多了 如果发生这种事情的话 家长就是可以跟他谈话聊天了 你学琴 你不管学什么东西的这个态度 所以态度的时候 家长就是跟他聊一下天 这个叫心理建设也是需要的 再接下来一点 我还需要家长 就是经常要帮我们做什么的 就是在家庭里面建立非常良好的音乐氛围 就是我觉得很多家长啊 自己也是本身也是需要接受艺术教育的 就是你可以跟孩子一起去听音乐 因为从这个广泛的角度来讲 如果这个孩子他常见就是完全不听音乐 所有学情里面建造的这些东西 他就只是把这个音都当成 把弹琴当成打字一样 把那个音都弹对 他真的是再学这样学几年 他也不会喜欢弹琴 因为他不知道为什么 我今天要打字打这么多音打出来 但是如果你去听音乐 我举个例子来说 你在上班的 你再去接孩子放学的路上 你把ABC Classic FM打开 就澳洲的5点 ABC的5点音乐电台打开 你每天都听 今天你可能会家长觉得我的心不动 但是孩子们因为是母语啊 他们吸收这些东西很快的 我的学生经常跟我说 我知道ABC评选了100位最著名的作曲家 这个是top级 然后或者是跟我讲 那个作曲家 我昨天才在广播里面刚听过 这些学生你能明显感觉到 他跟音乐很有感情 这个是爱上音乐的一个途径 如果要说兴趣怎么来的话 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来源 没有人会喜欢自己完全不了解的东西 如果是这个东西 我说起来什么 什么都不知道 我去音乐厅里面听上音乐会 我都不知道这些人在谈什么东西 他们在谈什么sonata 什么在谈什么prelude 这些是什么东西我完全不懂 那你就是 这个例子不少见啊 有人真的是学情学到很高级 也不知道这些东西是什么 到了音乐厅还是 就是一无所知 这个真的是就谈不上这音乐的爱好了 如果家庭里面经常会听听音乐 访论一下这些作曲家 这个会非常有好处 就是我从专业的角度来讲呢 还有更好的好处 就更细致的好处 就是说 我们谈的钢琴音乐 不是只跟钢琴有关的 这个是我采访的一个美国印第安娜 那个Gico音乐学员 这个音乐学员在世界排名非常高 里面的这个非常资深的那个Crabby教授 他跟我说 他说99%的钢琴音乐 都不只是跟钢琴有关的 都会跟其他的乐器有关 就是说 这个当然了 比如说我在弹一首 Hydan Sonata 老师经跟我说 这个地方你要听 这个地方是 Hydan的耳朵里面 他的脑子里面 浮现的是弦乐丝重奏 这个地方呢 是Flute的声音 这个地方是Oboe 就是 然后呢 你要跟学生这样去讲的时候 学生说什么是弦乐丝重奏 然后这里是Flute的声音 什么是Flute 那你有时候感觉就弹话就中止了 你没有办法跟他解释下去了 我们不是不可以在钢琴课里面展开这些东西 没有就是足够的时间去展开 这些东西家长是可以在家帮忙做一下的 我上个星期 海域节课上的特别愉快 是因为我在那个学生在谈 Modato Sonata 有一段我是让他想象 那个Woodwind Instrument 就木管乐里面的那种唐音采音 用舌头把声音断开 但是又不用呼吸断开 然后他说啊 我知道 那个就是吹那个Saxphone里面的 里面的那个用舌头把音 这种断开 跟他在这个钢琴里面 Modato表现的那一段articulation 一模一样 我当时想 好了 我一下子跟他接通了 就是你如果了解这些东西越多 你跟好的老师越接得通 因为我们专业的交情不是在教你打字的 不是教你把这些音乐打会的 但是这些东西 有些家长可能会问 我们不知道给孩子听什么呀 就是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下手 如果是你想要感兴趣的话 其实现在这个时代信息是非常丰富的 我觉得可以去到处都有这种多科普的书 那我们学校就是 就是 老师非常用心 他们就是把这个 专门给小朋友引导听音乐的 这些资源全部都有 就是为了小朋友这个问题 就是家长们不知道给他们听什么 我们专门搜集了很多的资料 就是发给家长 比如说打开广播要听哪个电台 如果像网站 每个星期你给他讲个作曲家 看哪个网站 如果是要去给小朋友讲 这个作曲家的故事 有什么读物适合五到八岁的人 然后有什么读物适合十岁以上的人 我们就推荐了很多这种东西 我真的希望家长在这方面 就是去多下功夫 那这个孩子就是 真的会跟音乐建立非常深厚的感情 然后还有就是我刚才讲了 家长们需要做的东西 可以做的东西 刚才首先就是讲到了 管理好时间 管理好这个态度也就是心理建设 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要建立非常好的音乐氛围 还有一点就是家长当然是要跟老师做好沟通的 我刚才说了 我们有时候真的会没有太多的精力去把所有的专业知识交给家长 这个不太现实 但是关于这个孩子的进展啊 还有他的心理状况呢 我们是要双方要也是要非常的沟通的非常好 就是举个例子来说 有些小朋友这个星期过来 他的功课谈的挺好的 我就觉得啊 我可以给他更难的了 就是 但是如果家长告诉我 他这个星期是怎么谈成这个样子的 在家哭了好多天 然后又是把其他的时间都花在了这个上面 他是在很难很难的情况下 并且都也难到心理压力好大的情况下 才做到这个样子的话呢 那我听到这个 我会适当的解慢一下脚步 调整一下曲目 因为有些曲目是要考验硬功夫的 有些曲目是可以让学生来enjoy music的 就是有饭弹的曲子 可以有精弹的曲子 那我如果知道他在家这种情况的话 我们可以调整学习的战略 所以就是说 家长跟老师之间要做好沟通 还有一些沟通就是 不要当着小朋友的面 比如说 我跟小朋友要鼓励啊 鼓励了一节课 大家都好开心 还讲作曲家 我们充分的享受了音乐 忽然打开门 这个妈妈进来说 你要批评他 他在家不听我的话怎么怎么样 然后这个花样子 这个小朋友黑线 非常的沮丧 如果经常这样的话 这个小朋友会很 就是非常frustrated 他因为谈情这件事情 听到妈妈特别多的负面的情绪 在这个事情 他就会慢慢的对这件事情有点抵触 所以我们不要太这样 如果有时候 妈妈想跟老师说 他怎么不好的话 你可以 不要当着小朋友的面 你跟他说 就是说 你让小朋友现在站在门口等我一下 或者是怎么样 然后跟老师去单独去说 这些负面的东西啊 不要两个人一起对这个小朋友说 就是这点我说的是 跟老师要做好良好的沟通 必要的沟通是要的 这是家长需要做的东西 然后呢 我觉得基本上 我针对家长讲的东西 我今天先不展开太多 先讲这么多 然后接下来有一大块 我会讲一讲 也是很多家长关心的问题了 但是会稍微有一些专业的东西 就是 就是关于 我们华人群体里面的一些学情 常见的误区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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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